我们现在看到55页做做看的第三集 祥和社区7月份 关键字 共停水 这个字好像是错字 7月份应该是这个份 7月份共停水了5次 每一次都停1日8小时 整个7月份共停水几日几小时 把这些关键字圈起来有个好处 等下劣势就不会漏掉 7月份这个条件 等下劣势用得到吗 各位同学 用不到 用不到 这是解答的时候用不到 每一次 一次 8小时 停水5次 每一次一日八小时 平水五次 一个再分五 一个再分子 约掉 所以很多老师会将一日八十 乘以五 也对 了解吗 一日八十乘以五 我们现在的功力 应该可以直接做计算 对不对 闻闻说说 但是你中间先用个加法 一日乘以五等于五日 八十乘以五等于四十十 我们有下一个步骤 但是我们没有漏掉什么 我们没有漏掉加号 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这有个好处 等一下你会比较好处理 那么再来就把它化成 五日加上四十时 小时是二十四进位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就要写上四十除以二十四进位 一二十四于十六 所以它等于一日十六十 所以它的答呢 它的最后结果是一日加五日等于六日 十六十留下来 所以答写什么呢 整个七月份总够停水了六日十六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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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